因为其实说唱 很重要一部分是节奏 很重要一部分是这个词 那这两个都是 我自己比较有心得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表演上面 有一些可能不太有自信的一些 rappers呢 我可以帮助到他们表演的部分 毕竟我是女生 可能我跟潘帅搭起来的时候 大家能够给予的 是一个不同角度的一个提醒 那我希望我们两个配合在一起 可以有一个比较全包围的一个帮助 最大挑战是 你怎么样可以告诉他们一个意见 可是不伤到他们的自信 就是要比较有技巧 顾虑到他们的心理直速的情况下 去帮助他们改善 rappers的魅力在于 他们对自己的认可 然后他们的那种态度 所以他们是很有自信的时候 会表现得最好 普通一个老师跟学生们说什么 可以用一个很严格严肃的一个态度 并不是这样子 尤其我们制作人的这个角色 其实只是辅助他们去变得更好 所以并不存在那个什么严不严厉 对他们是不行的 尤其是不只是对rappers 对任何的表演者都是不行的 因为表演的人 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很重要 很影响他们的表演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其实昨天我就遇到一个 她说她很喜欢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